大家好,又是我Yanko Fong 早幾天我有一個朋友在Facebook post了一張照片 就說為什麼會有人發明一件這樣的東西 還敢叫這東西Speed Ring 什麼Speed Ring呢? 就是我手上的這東西 這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一邊就是裝了Soft Box 而另一邊由於它可以很簡單很快地 裝到你知閃光燈上 所以這東西就叫Speed Ring 但是當然它們為什麼說有問題 為什麼這東西不應該叫Speed Ring呢? 就不是因為這邊裝到小粉燈 是因為這邊裝到Soft Box 我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怎樣裝一隻Soft Box 第一件事我想說 這一隻是Prophoto的Speed Ring 你會見到它每一邊每一個洞都有一些不同的顏色 那是什麼用途呢? 其實每一隻的Soft Box 它的骨都會有一個顏色 有一個Color Code 那你只要跟著這些Color Code 對回去的話 那應該就是最容易 你又不用找是誰打誰 只要你合理地裝回去就可以了 那有人在我朋友這個Post 就說如果有人 十五秒之內 能夠將一隻全新的Soft Box 可以砌起來的話 他就輸五百元 那我就不是因為那五百元 但是呢 其實就真的不是那麼難的 只要跟著Color Code 第一件事要記住的就是 不論你怎樣裝到 記得是對角 對角完之後呢 把其他的合理地裝回去呢 那我基本上幾秒之內 就砌起一隻Soft Box 那我就比較懶的 因為這個呢 我們就免費刷 所以我們就貼了下去 一刷出來就裝回袋裡 每次拿出來都是幾秒之內 最多十幾秒就砌起 就已經用得了 這個就是我們用的Soft Box 但是呢 因為Speed Ring大家有問題 通常我就發現 裝只是很少的部分 拆才是最難的部分 那為什麼呢 因為特別是 越大的Soft Box 它就會出現 那些骨就會越粗 那越粗就真的越硬 那就會很難拔出來 那一隻這樣的Soft Box 如果你強硬這樣拔 你就會發現 幾大力你都拔不出來 那為什麼呢 主因就是因為 它的Speed Ring就有個洞 你那支棍就這樣 刺進去之後 就咬住了 因為它的形狀是這樣的 這樣咬住了 那你怎樣拔也好 就沒有位置 也都不會夠力拔出來的 所以要做這件事 就一定要 首先找回順它 你要呢 我通常就會 少少力按下去 令到它順了 你就會覺得這裏的 然後呢 我就用手指一拉 就拉回出來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呢 是需要一個專業的助手 經過很長時間的訓練 才能夠做到 就是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死嬰妹 在街邊走過 三兩個手腳能夠做到的一件事 嬰妹現在是什麼意思呢 你站住 嬰妹 看著 看著